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中兴控股881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 简选原因是港股业绩期 即休股基本免土 继续成为资金追捧目标 即休股,看好中兴 中兴上半年盈利增长大约6.1%好过预期 主要因新车销售及毛利率明显提升 冠理层说,向儿和收购人夫中国即将落实 完成之后,公司在内地经营过 梅塞德斯奔驰汽车经销店 将会增加到92间 此佔率由1,2%提升到1,8% 中兴在星期一公布业绩之后 股价由短期下降通道底部反弹 形态上正是挑战短期下降轨 若果能够企稳70元楼上 可以延价追入 否则可以等到短期下降通道底部 大约66元以下收集 中线是看90元 失手61元减持 马上来解证 字幕志愿者 杨栋太郎 我来解证 我来解证 这就要绝定 我来解证 这样就erus很好 有点统筹 相应 我来解证